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50年将相官厅 唐代珍惜目标 占地3000坪独门独户 开价2.2亿元 置身先进的神秘豪宅 准备好 带你见证前所未见 为魔山坊 智者要水 忍者要山 试想一下 有没有一座心灵居所 能让你抛空繁杂思绪 享受惬意人生呢 顿入南投山野 隐居一座必是庄园 自大门开启 沿线绿意盎然 仿佛步入桃花园 引领归者回家 为实现影视般的理想生活 屋主买地自建一座山庄 占地广达3000多坪土地 分成三个空间 私家园林 惠客所和宅邸 走在围莫山坊 每个角落都能感受独特古古韵味 千坪庭院 融入传统中国园林元素 一步一景 如同一幅画卷展开 这一片春色满园 金贼在于造景的巧妙布局 屋主费尽薪资 耗资百万运输 只为了运送一颗蛇石 菩提树下的缅甸玉大化石更是超过千万价值 取近通幽处 铺石走道一路随行 引向产艺惠客所 松竹庄点下 有一身风骨凛然之意 五十坪惠客所 以玻璃帷幕环绕 让你身处建筑中 仍能感受山林 达到天润之际 何二为一的境界 七米挑高格局 一显大气风范 温暖光色的照应下 流露出古典高雅之美 雍正三百年字画 千年艺术雕作 这里的收藏品多到目不暇迹 每一件背后都是穿越古今的故事 不过让我最震撼的是这座超过350年的官厅 这一座来自明清时期的将相古居 屋主利用古建筑木损工法 将结构一一拆解 编号 再一键至台湾 重现经典样貌 官厅在传统宅院中 使用来证明主人身份的标志 要体察这个建筑值不值钱 品相好坏 要看三点 尺寸 雕工 还有木材的稀有性 工艺进展 雕花正极 官厅以昂贵举木及金丝楠木打造 现今要找到直径超过50公分的主柱 全中国只有三座 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穿过前院 气宇非凡的宅邸 就坐落在老宗宇巨石之后 不定仿照佛寺歇山顶设计 上有三重飞檐 下有回廊 发人四股有情 行走期间 山鹰人鱼深深入耳 门前一对威武石师 欢迎丁克到来 设计上溢润木质 铺序东方质感简约 中式建筑无论在什么时代 都有着独特魅力 创花的仿古设计 让外观更显古古风情 143坪宅邸 适合三代同堂入住 也可以改造成顶级度假会所 一楼规划古文物收藏空间 浅色大理石地屏 与柔和灯光相得益彰 也多了几分庄严素木 漢代石雕千年佛头都不够看 眼前这座辽津时期坐像木雕 是目前传世中最大的一座 珍稀程度可想而知 这么多珍稀宝物保存更是一门学问 不同于一般豪宅讲究财光 为避免古董受到光照曝晒而有所损坏 特意将光源保持在最低水平 二楼公领域规划客餐厅及办公空间 开放式格局延伸空间尺度 融入现代语汇 更显大户宅底的阔气面容 沿着走廊来到私领域 大面积的木素材运用 营造沉稳疗愈氛围 三间套房皆引入充沛日光 富与通透明朗的居家气息 雨上到三楼 心情也跟着敞开 为了善加利用自然照明与景观 大量使用落地窗与玻璃门 不论晴雨 都能将屋外山景尽收眼底 打造一处心灵沉淀的七所 为摆平空间 注入当代语会的禅学意境 泡杯热茶 诗意文雅 在这里坐看云起时 看完今天的豪宅 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维莫山房位于南投菩利 周边群山围绕 贴近自然 相当适合高资产退休族群 豪宅占地广达3176坪 是少见独门独户的千坪庄园好树 在私家园林就能享受绿意美景 其中的玉石昂贵树种更是价值不菲 相对维护较不容易 这点观众朋友可以评估一下 豪宅造教不菲 以东方产艺风格打造 规划主建物 私家园林和会客所 其中古董收藏更是美不胜收 但也要提醒大家 豪宅富有强烈风格装潢 热气面相对没有弹性 提醒观众朋友 依照自身喜好评估 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 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 想要进一步了解物件 欢迎联系销售窗口郭如意 另外别忘记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有缺点想讨论 欢迎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下次见 拜拜